嗨 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直播的車種是韓國現代的SENTA FREE 這台是2012年款 然後是2.2才有渦輪四輪驅動的版本 今天要施工的部分就是安裝KT的道路版的避震器 已經安裝到差不多了 所以跟大家大概介紹分享一下 後面的話呢 後面的話是這是後面的原廠的便宜拆下來的 然後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跟可調機構 後面的話在SENTA FREE的CMBM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都是8公斤 這個是後上可調的部分 主尼可調的話呢是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然後後面的話 高低 高低的部分的話 就是從這裡會做高低可調的部分在這裡 所以今天的設定的話 車主要求的車高呢 會跟原廠一樣高 所以車高的部分並沒有要做LOW DOWN的設定 所以這一台的話 等一下 現在的阻尼段數的話 大概調整到中間值大概15段左右 前面的部分 前面部分也已經踩好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輪胎規格齁 這台車都目前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這是應該是235 559 235 559的規格 然後前面的部分的話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前面上座的部分 維修孔的話呢 現代這台車也其實還滿方便的 維修孔打開之後呢 這裡就能夠做阻尼軟硬的調整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前面 前面的部分的話 因為前面的離載串 需要把原廠的胎換掉 換成我們所附的離載串 所以前面的離載串 會等一下會換成我們所附比較短的規格 前面的彈簧配置是8公斤 前面的是配置8公斤 這個是原廠的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的固定位置呢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都是統身可調的 原廠的車主的需求的話 是反映說很晃 所以改裝的需求的話 就是不要讓 不要像原廠那麼晃 所以今天的車高的設定呢 並沒有要做Rodown 就只要維持原廠的規格 原廠的話 前面齁 大概前面的指縫 大概是四指 我的手指頭大概四指幅左右 後面的話大概四指半 所以車高的話 會維持原廠的規格 這台是2200cc 渦輪柴油引擎 四輪驅動的 所以這台車的阻尼調整的話 也算是相當方便 在這個地方就能做調整 後面的話已經裝了 裝差不多了 所以後面的輪胎已經裝好了 這個是Center Free 四輪驅動的 原廠在安裝KT Racing的時候呢 會建議把這個是原廠 彈簧 彈簧裡面有一個橡皮 要建議把它拆掉 不然降的比較低的 或者是乘載滿載的時候呢 這個饅頭就容易會頂到下肢幣的地方 那為什麼不用饅頭 因為我們在桶芯裡面呢 這個地方就有一個饅頭了 就有一個緩衝饅頭 所以就不需要用原廠的 在這裡的饅頭就可以拆掉 這一台的設定的話 其實也沒有辦法降到什麼艙內的規格 因為畢竟這是秀旅車 所以這一台的設定的話呢 如果把這個托盤拿掉 大概會是 大概剩下 兩指半到三指幅左右 所以這台車的設定 其實也沒有辦法降得很低 所以就比原廠稍微做low down 那今天的車主需求 它也沒有要降很低 它要維持原廠的車高 所以大概調的幅度大概到這裡 這個是後面桶芯可調的部分 那後面阻尼可調 就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如果等一下輪胎裝好之後 這裡呢 手就觸碰不到啦 所以如果呢 要調整阻尼的話 就需要把車子稍微撐起來 但桶芯不用拆下來 在輪胎這裡面 這裡 手就能夠調得到阻尼的部分 就從這裡做調整 這個是後面阻尼可調的部分 安溫早安 這個是後面的阻尼可調 這是前面 前面的避免器上座 我們都有附上座 不用再把原廠的上座拆下來 這台車其實車主還蠻離常出開的不多 但是上座應該都還是好的 可是為什麼要附上座的原因 其實之前的直播影片 都有大概介紹過 因為原廠的上座不是不好 是因為我們不曉得原廠的狀況怎麼樣 所以我們有附上座的話 第一個師傅在拆裝的時候 也會比較省時 第二個是拆裝也不需要沿用原廠上座 如果原廠上座 假設是有異常的話 那在裝在KT的邊緣機上面 如果有異因 到底是KT的邊緣機有問題 還是原廠上座有問題 其實就很難釐清 所以我們有附上座 在師傅在拆裝的時候比較方便 然後有問題的話 則無旁敗就是KT的問題 這個是阻尼可調部分 很方便 深桃幣的話很非常非常方便 在這個地方就能做調整 介紹一下避免器的用料部分 像裡面的主尼友部分 裡面的主尼友呢 我們是用義大利IP的主尼友 然後油封的部分 是用日本主油封是用NOK的 這一台車呢 剛好有避免器的上座 剛剛說的這個上座 可以看到這顆裡面有一顆軸承啊 這個軸承呢 使用的就是日製KOYO的軸承 所以這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上座 上座的軸承也都是用的 零件嚴選 用料其實都相當不錯 這台車是韓國的CENTAFE 哈囉 那個我們韓國的那個 氣壓的專家 歐巴 這個是我們的前面的避免器 前面的避免器在使用的部分的話 剛剛用料部分 NOK的主尼友啦 還有油封部分 都是用料都相當相當的不錯 那高低可調的部分 是從這個地方做調整 並不是靠預載彈簧來改變車高啊 所以車友常常會問說 我調高跟調低之後的乘坐感覺 會不會有差異 其實像這樣的懸吊設計呢 其實不會有差異 因為我們改變車高呢 是把這個托盤 把這個齒輪狀的零件 把它鬆開之後 這個腳管呢 往上做調整的話 它的總長度變短了 車高就變低了 那總長度往下調的話呢 它變長 車高就會升高 所以這個是前面調整的方式是這樣子 所以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調高啊 跟調低的話 它的整體的乘坐感覺 並不會有所差異 這個都是我們跟原廠衛飾一樣的 ABS 然後還有油管固定架的所附位置都是一樣的 2.25輪市區的版本好像比較少一些 這一台 柴油版本賣得很好 現在在所附的就是 因為我們要把離仔串呢 改成短板的 所以現在在 在所附的是我們附的比較短的離仔串 如果線上朋友有對產品有任何問題啊 可以跟我們的小編或者是直接在上面留言 看到的話呢都會立刻回覆大家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部分 這台車不曉得有沒有人做羊腳調整器 台灣的話應該是沒有啦 韓國的話應該可以找看看 這隻 這是後面的我們的調整機構呢 是坐在上方 這是原廠塞下來的後面的避震器 這是原廠 其實這台車其實都還是維持全原廠的設定 只有今天要施工的部分的話 就只要改氣氛器 其他的的話呢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這台車不只在韓國賣得很好 這台在台灣其實整體來說 它的CP值算是很高啦 所以路上的能見度也很高 代號應該是叫DM 上一代是CM 這一代是DM 應該好像韓國也已經改款了喔 最新款好像已經上市了 好OK 那今天安裝的直播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各位對產品有任何的興趣有疑問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繫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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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